各位欢迎你来到一号真相台 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 抵达真相的彼岸 有喜欢听八卦的粉丝给我发来了爆料 说浩哥王菲上海生孩子了 而且生的孩子又是一个兔纯 但是谢霆锋不离不弃 当场求婚 这个事你给我们看看 是真的呀是假的呀 好家伙 这个张柏芝听后万念俱灰 改名明智 张柏芝改名这倒是真的 张柏芝我从此改名了 一百个知道张柏芝确实是 这玩意儿不是空穴来风吗 而且生的孩子疑似还是兔纯 好家伙 这个王菲和谢霆锋 这对夫妻 可以说是这个乐坛的第一焦点 对吧 当然也不是夫妻了 到现在人家没宣布结婚 我们先看视频怎么说的吧 在中国娱乐圈 王菲和谢霆锋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 他们的情感历程以及生活细节 总是吸引着大众的眼球 近段时间 有关王菲和谢霆锋的新闻 再次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这一切还要从他们2003年的分手说起 自2003年王菲和谢霆锋宣布分手后 两人就很少在公众场合同框 这段曾经被人们看好的感情 终究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而王菲的身体状况 也成为了许多人猜测和议论的焦点 最近有网友爆料 王菲生子时疑似患有兔唇 这个消息无疑又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兔唇是一种先天性的唇裂疾病 在怀孕期间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胎儿的嘴唇未能完全愈合 出生后便会出现兔唇的症状 对于任何一个女性来说 怀孕期间都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 而王菲似乎在这期间 经历了一些不为人知的艰辛 对于这个传闻 王菲和谢霆锋都没有出面回应 然而 从一些知情人士的爆料中 我们或许可以窥见一些端倪 据说 王菲在生子时 确实经历了一些身体上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 对于一个普通女性来说 可能难以承受 但王菲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却要面对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关注 尽管如此 王菲依然坚强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挑战 她深知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完美的 但她并不想因此而放弃追求自己的幸福 而谢霆锋 虽然在感情上与王菲有过一些波折 但她对王菲的爱却始终如一 她理解王菲的身体状况 也愿意在她需要的时候 给予她支持和鼓励 事实上 王菲和谢霆锋的感情 一直以来都是复杂而深沉的 他们经历了分分合合 聚聚散散 但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 这其中有他们对彼此深深的情感拥带 和对彼此的包容与理解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 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超越了常人的理解范围 如今 王菲的身体秘密被曝光 让人们更加理解她的不义和坚强 兔唇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王菲却用自己的母爱 为孩子遮风挡雨 呵护备智 这其中的艰辛和付出 只有母亲才能真正体会 这些八卦自媒体啊 我感觉太缺德了 是吧 这明显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嘛 就用这个王菲和谢霆锋的名字 还有生孩子吐唇为关键词 输入那个chat GPT里边 就弄出了一篇垃圾文字 就做成了视频 就瞎传 是吧 那位说了 这个事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呀 各位 你想啊 现在这个王菲和谢霆锋 虽然是这个复合了 但是呢 这个谢霆锋和王菲呢 也从来很少在公共场上露面 他俩呢 也没正式的宣布 是不是 王菲呢 现在今年多大了 你知道吗 王菲已经53岁了呀 啊 王菲之前已经有两个女儿了 窦镜彤和李燕 对吧 啊 窦镜彤呢 是王菲和窦维的女儿 1997年出生 1997年出生 现在已经是一名歌手和演员了 李燕是王菲和李亚鹏的女儿 2006年出生 已经是一名画家和设计师了 对吧 现在王菲又生了一个 而且跟李燕一样 又生了一兔唇 是吧 这些八卦自媒体 推缺德了 这说的也是 对吧 这她的女儿啊 李燕的那个 呃 兔唇已经 这个修复好了啊 这个事啊 呃 各位 你们想啊 你们想这事 我觉得啊 这肯定是空穴来风 毕竟啊 王菲和谢霆锋啊 都已经是有两个孩子的状态 王菲53了 一般的来说 是不是都绝了惊了 当然这不是百分之百的啊 有很多的这个女性 为了生孩子 或者是失毒了以后 用激素再刺激她 这个来 来了以后呢 还是能生的 是吧 五十多岁生孩子的 也不先见 但是放到王菲身上 好家伙 啊 这个 你说她生孩子就生孩子 对吧 啊 你再把这个兔唇 扣到人家 这个王菲脑袋上 是吧 这是不是有点 太过于恶毒了 对吧 原来 李烟 兔唇呢 这个好多人都说 是王菲呢 在孕期抽烟 还有 当然了 有人说的更严重 导致胎儿畸形 对吧 王菲确实是个老烟民 怀孕还是抽烟 是吧 但是 抽烟导致兔唇的 这个可能性 不是没有 是吧 也是说李烟呢 人家已经 这个治好了 对吧 就不要再 再去 这个 如此恶毒的 诅咒人家王菲 去了吧 是吧 这个各方面 这个情况来看 我个人认为 王菲生子 这事就是假的 这个 咱不提 这个身体方面的原因 王菲呢 之所以和西天空 走在一块呢 是因为两个人啊 是放不下 兜兜转转的 现在在一块了 对吧 那 应该是精神 更大于实质了吧 啊 你说 王菲都这么大 岁数了 先不论他生的出来 生不出来 啊 现在 你让他生孩子 那是的确冒着生命的危险啊 对吧 啊 哎呀 这个虽然是明星啊 但是人家的感情和生活的隐私啊 啊 也不要这个给人家编排的如此的不堪吧 各位尊重人家这这老两口的这些隐私权吧啊 就对吧 是不是 所以呢 各位 这个事情 大伙呢 就散了吧 这个瓜也就别吃了啊 这肯定是假的 各位啊 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欢迎你留言讨论啊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